我是李月琴 我妈觉得我火了 有一次她坐火车 就跟旁边的人唠壳 说你知道李月琴吗 那人说那谁不到我 诗人皆知啊 我妈老高兴了 完了人家接着说 她写的《红楼梦》可老好了 我妈说那个是曹雪芹 我问你那个姓李叶 在网上特别火那个 她说啊 李子柒嘛 李子柒确实很火 她在视频里拍摄的乡村风景 独特的中国传统元素 都让人心持神往 视频都出圈火到国外去了 让许多外国人 也了解到了我们的文化 像我虽然拍不出李子柒那种 小桥流水人家 但是我可以拍高粮薄米地光 这也是一种真诚的乡土情怀 那谁说好东西一定要氧气呢 接地气 才是我们文艺工作者最大的底气 而且通过推广地方文化 还能促进文化旅游 进而推动经济的发展 可能以前有的人想要探寻一下宇宙的尽头在哪 那你得去九泉搭火箭 关键人家也不让你搭呀 看了我的节目之后 搭高铁去趟提灵旅游一下就可以 我也算是为家乡做了点贡献 我现在多多少少也算是一个文化圈的人 在我的影响下 我妈的文化水平那也是水掌船道 过去我妈对传统文化的理解 就是在我家装修的时候 找人在我家电视墙上贴壳老大的两个木丹花 那时候她认为这就是中国风 但现在自从接触到了网络平台 拓宽了视野 我妈喜欢的东西也越来越潮了 也越来越有品味了 我俩终于有了共同发展 今年春节 很多网友都被河南春晚 一个叫做唐公夜宴的节目里的 唐公小姐姐给迷住了 我和我妈也不例外 我可太想穿越回唐桃了 当时不是以胖为美吗 就我这样回去 至少也是个贵杯吧 我妈也看得津津有味 要不是她决定家里要重新装修 马上就跑河南旅游去了 除了唐公夜宴 很多中国传统文化 都做出了出圈的尝试 比如说敦煌壁画 能够化身足尖舞蹈 被现代人重新诠释 广东飞移省尸 能够打造出动漫IP 在荧幕上大放异彩 最值得一提的 就是网红故宫 对传统文化传承的全新探索 以前啊 参观故宫 好像是每个在北京生活的人 接待外地亲友 必须完成的KDR 那去了几十次 次次都一样 现在可不一样了 故宫文化 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大IP 通过一系列的推广和开发 打造出了很多文化产品 经常推陈出新 保证每次都有新鲜感 不仅让故宫与时俱进 还带动了周边文化产业的发展 实现了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的共赢 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历史 博大精神 我在一期节目里能说出的 就只是冰山一角 时代在变迁 科技在发展 然而 新技术和老传统 可不是一堆反义词 反而正是信息时代的技术 让我们有了更多的方法 帮助传统文化 焕发新生 我们青年人要做的 就是用最合适的方式 发掘中华文化的内核 扩散中华文化的影响力 让每个中国人 都能自豪地说出 此生无悔入华夏 也让更多原本不了解中国的人 喜欢上我们的文化 今天跟大家聊点正事 关心关心工作问题 看看有什么可以赚钱的行动 过去 我妈老觉得我不务正业 问我干啥呢 我说我在网上直播呢 我妈也听不懂啊 我就跟她解释 我说做直播呀 就是我有一个小房间 别人来看我表演节目 也有人是爱看我吃东西 我妈说这听着怎么那么像在动物园找的工作呢 你能不能找个正经工作呀 现在我就可以骄傲地跟我妈说 直播带户 现在叫直播销售员 是国家正正的正经工作了 2020年里 在线学习服务师和互联网营销师 都被人设部转正了 这些与网络息息相关的新兴岗位 这样的在线新经济 可以创造不少的就业和创业的机会 随着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 现在的新职业那真是越来越多 很多新词 咱们在字典上都找不到 就像我有个朋友 去年疫情期间 抱了个云旅游的团 足不出户 就能在网上体验各地的景色 还有云西猫 适合没有条件养猫的朋友 在网上获得和宠物互动的体验 那真可谓是万物皆可云 但是最让我感兴趣的 是云健身 让人不用去健身房 就可以练出八块腹肌 我试着云了两个月 结果没有效果 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是得跟着他的视频做动作 我还以为光看视频就能受你 看来科艺还没有发达到这个程度 奥地利作家茨维格曾经说过一句话 一个人一生中最幸运的是 莫过于在发现自己使命的时候 他也刚好年富力强 我们这一代年轻人 想必就是如此幸运 在这样的一个多元化的时代 相信大家都能找到 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 并为之奋斗下去 来研究太空天体运行的奥秘 900多年前 北宋文学家苏世 曾经对着浩瀚的银河 发出了灵魂拷问 不知天上宫阙 今夕是何年 100多年前 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开始研究 宇宙的尽头会在哪里 2020年 我妈提出了猜想 宇宙的尽头是铁柳 除了最后一条纯属虚构以外 这些故事都体现了一种精神 人类对宇宙奥秘的探索精神 咱们中国航天不断刷新记录 探索更加浩瀚深远的星辰大海 展现出大国的自信和风范 大家对航空航天的热情 也空前高涨 宇宙的镜头是铁柳 这局调侃上过热搜 但是有一位名叫周承玉的小姐姐 更厉害 她是真的为探索宇宙 做出贡献而上了热搜 人家今年才24岁 但是别看年龄小 因为工作素质过硬 同事们都管她叫大姐 作为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厂 第一位女性指挥员 许多人都要听她发号实令 虽然说她是个美女 但是在工作中 人家靠的可不是颜值 而是实力 据说她之前工作的岗位 在距离地面数十米的配器台 工作人员管这个地方叫天梯 就是啥呢 每次都要爬青角接近90度的 180多级钢铁台阶 你别说爬了 咱看着都迷糊 但咱们这个小姐姐 一天至少要四个来回 你说人家徒手爬高都这么厉害 那发射的火箭 可不得飞得更高吗 以往一提到航天专家 大家脑海中想到的 可能都是白发苍苍的老科学家 没想到像周承玉这样的九五手 也已经能担当大任 这说明咱们中国的航天队伍 越来越年轻化 投身航天事业的人才也越来越多 一代接一代的中国航天人 让航天事业一天比一天强大 四十多年前 航天事业刚起步的中国 只能研究美国赠送的一克月球土壤 追赶发达国家的脚步 如今 嫦娥五号带着近两公斤月长满载而归 宣告中国在探索宇宙方面 走到了世界的潜力 当然了 很多人更关心的是 嫦娥五号带回来的 在太空培育的种子 如今它们已经被成功播种 茁壮成长 不知道收获的时候 又能给咱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有人说爱种菜是中国人的天赋 我们梦想中的宇宙 不只要有星辰大海 还得有蔬菜大朋友 除了嫦娥以外 2020年7月 我国还第一次发射了 自主研发的火星探测器 我对这个事可关注了 天天在网上问 一号探测器到哪了 所以说这个探测器 起名叫天问一号 非常的贴近 开个玩笑 如今天问一号 已经成功进入环绕火星轨道 并向地球发回了火星高清素颜照 接下来 天问一号还会在火星上着陆 分析火星的环境 土壤和水平分布 你说这火星上又有水又有土的 是不是离我们在火星上种菜也不远 照这样下去 用不了多少年 畅游太空也不再是梦 如果你想掌握更多的太空生存小技巧 如果你想体会下中国航天的硬核浪漫 我推荐你到我们的太空新华号上好好看一看 科技越是发展就越能拓展生活的可能性 可能有些人不明白航天探索和我们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 但其实航天科技早已经潜移默化地进入了我们的生活 比如说过去 美国的GPS几乎成了导航的代名词 而现在 在中国入网的智能手机里面 已经有79%的手机提供了北斗服务 由我们自家的卫星为你指引方向 古代人迷路了看北斗七星 现代人迷路了看北斗导航 除此之外 航天科技的许多重大成就 也已经在各个领域得到了推广应用 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很多看似没有什么联系的领域 其实也都从航天科技中获益 比如说 人造卫星上的微型电池技术 促进了心脏起搏系的更新换代 火箭研究中发现的新材料 已经应用于汽车制造等等 每当看到国之重器 遨游宇宙探索星辰大海的时候 我们都会心潮澎湃 近些年 中国航天的崛起是基于综合国力的强大 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 努力工作学习创造价值 就是为国家富强 社会发展做出工作 2021年 地球自传都加怪了 咱们也得珍惜时间 积极上进 千言万语会成一句话 征途漫漫 唯有奋斗 今天我就跟大家聊聊教育的一些事 前阵子有一个新闻 说一个家长微信群里有一个家长 由于不满意老师把教学的任务推到自己身上 不堪重负 于是就愤而退学了 看到这条新闻之后 我真的为我妈感到庆幸 我小的时候没有家长寻 他一点压力都没有 别说老师要找我妈 我天天都找不着我妈上哪儿去了 要哥现在 老师在群里爱他的就不是我妈 是我 爱他 李雪芹 你可好好管管你妈吧 家长会缺席三次了 能不能让他重视一下学校的教育 我跟身边的老师家长都了解了一下 发现现在的小孩啊 作业真有点多 家长都累得不行了 抽空还得录个小视频 上传家长群 好好的家长群 变成了作业群 家长的本职工作已经够辛苦了 每天晚上这边得加班 那边还得照顾孩子辅导作业 稍不留神就弄混了 把孩子的作业发到工作群里了 那可就尴尬了 那老板一看 我们公司游泳池 开进水管三个小时灌满 开放水管五个小时放空 一边进水一边放水 先说我说公司水费咋那么高呢 你准备辞职吧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 当老师也很不容易 你想啊 假如全班有40个孩子 孩子的父母加进来 就是80个人 这还不算离异重组的呢 再加上负责接送的爷爷奶奶 或者外公外父 一个群里 少说也得100来人 老师一个人 要想满足100来人的选择 工作也挺辛苦的 小明的妈妈 嫌弃你讲课不够生动形象 小红的爸爸觉得你上课 竞讲的没用的浪费时间 小强的爸爸觉得你纪律管理不够严格 小丽的妈妈觉得你太严肃 扼杀孩子天性 雪芹的妈妈 雪芹的妈妈都找不着了 在我看来 家长群这件小事的背后 折射出家校责任的边界混乱 更核心的还是教育减负这条路 究竟应该怎么走 长期致力于教育改革的学者 朱永新认为 父母不应成为老师的助教 父母的主要职责是陪伴孩子 塑造他们的人格 而不是让孩子的成长道路上 充斥着公式化的作业 成人比成才更重要 幸福比成功更重要 与此同时 他也提醒 教育减负是系统工程 需要从制度上予以解决 说到底 还是要让大家各安其位 各行其事 让教师的归教师 家长的归家长 学生的归学生 有一些网友也提出了建议 比如说 可以选出家长代表管理群 家长群只负责传达消息 减轻老师和家长双方的负担 不知道这个建议 能不能给大家提供一个私物 除了作业多 我还发现 现在的孩子们课外班 也比我们那时候多太多了 有画画 游泳 武术 还有棒球 马术 编程 朋友们 连编程都要从娃娃抓起了 可能孩子还没长头发呢 就直接开始掉头发了 中间过程全省略了 我一岁的时候 刚会叫爸爸 以后的小朋友一岁的时候 已经会改爸爸了 从正面来看 五花八门的课外辅导班 遍地开花 也说明咱们现在的生活变好了 更加重视素质教育了 这些需求才会出现 但是选择变多了之后 很多家长也开始了盲目跟风攀比 一看别人家孩子 这个孩子会跆拳道 这个会空手道 这个正在那研究转基因水道 再看自己家孩子 就会读阿里巴巴和四十大道 你说这哪行啊 咱们也报个班吧 一次报三个班 那别的家长更着急了 那我们得报四个班 随着辅导班 兴趣班越报越多 家长和孩子压力也越来越大 大家都会被卷入这场 无休止的竞赛当中 你说本来是为了培养兴趣爱好 结果现在却成了负担 不同形式的教育 都是为孩子们感知世界提供入口 目的是引导孩子 在自我学习中发现和成长 如果孩子压力过大 产生抵触心理 反而不利于孩子的成长 也不利于发挥教育真正的作用 所以减负的核心目的 就是给孩子降压 也让父母降降血压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一个民族的复兴 一个国家的强大 一定和教育分不开 通过科学的教育方式 让每个孩子拥有光明的未来 我们的国家才会更加繁荣强盛